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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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酒吧是一個很獨特的餐飲業場所 即是你說餐飲業大家可以開到很大 酒家、茶餐廳、小店、小食店 但酒吧其實是一個比較獨特的地方 先講靈異方面 酒吧或者娛樂性方面 酒吧特別多這些歌詞 因為酒吧的環境會比較暗 也是晚上凌晨為主 所以讀多呢 其實很多酒吧都未必有窗 或者在地圖地牢 或者有窗都會封了 甚至用電視機遮住也好 用膠紙貼住也好 又不是很透陽光 講一個最經典的故事 還有酒吧叫做偏門行業 所謂的 所以攪拌不是客社會 攪拌的意思是風水可正行偏門 就是在講一些比較不可預測的行業 你說酒吧經常都會 我想第一次都會說 不如我數計的 你開店 那個不可預測的因素 最大是你來的客人 還有你來的客人 還有喝完酒之後的精神狀態 會去到什麼為止 可能你的意識會因為酒精影響 可能你的地方本身有一個 剛才你說的 可能陽金氣比較重 還有一路以來積聚這些不同人 留下過他們發生過的事 以色可能平時你一間辦公室 可能辦公室都是黑房 不出奇的 但是辦公室就會可預期 你夥計早上9萬 你回來做A做B 放飯做C做D 這個叫可預期的 酒吧就變成了一個比較不可預測 首先可能好預測 譬如做餐飲的定位 可能你做扒房的 你就知道今晚有三十六個客人訂桌 那你就是過三十六個客人 最多多一點點Walk in 酒吧就不太同 可能會有很多不知道哪個來的人 遊客 街坊 剛巧你今早才自己失戀 你那晚就無緣無故 終究竟走不了去喝酒 這叫不可預測性 所以從來酒吧都會有偏門這個行業 那一撈片 就會比較多這些 就算不要說是靈異故事 人的奇怪故事都很多 多數都是在酒吧發生 那其他故事又不止於人與人的個體 例如我今晚來喝酒 我就很不開心 今晚就坐在看政旁邊 認識你 那就是人和人在交流 然後發生什麼事 那但是有些 有些大一點的故事 可能是一些 一堆人 Random的 可能你是大學教授 我有幾個 我有隔離開動肉店 總之我們都在這個社區 沒有法事 就算有識有交流 都不會是有一個 可能通過大家喝了酒 知道為什麼喝酒會多爹些 是啊 有些人是 有些人是不說中文 不說中文 不說英文 突然間只會說英文 嗯 因為其實喝完酒之後 你那個 會 酒精是一個叫做 叫做 叫做 depression 叫做 addictive substance 就是會令人上癮的東西 為什麼要奇特呢 就是 除了人類之外 所有會吃水果 嗯 水果是一個很中容的食物 可能你習吃性的動物 你會吃水果 你吃齋的動物 也會吃水果 嗯 就算完全吃肉類的貓 那些 也會咬草 嗯 變成這個會令到有發酵性的生果 酒精這個食物 是跨物種地 都會有動物 例如打扮醬 會特意選一些爛了的蘋果來吃 因為它都知道會吃了會醉 因為那些都有發酵過 這個酒精是一個 不要說國際 是跨物種性地令人 由一個去到第二個mindset的東西 好了 那第二個你的意識 可能除了阿朗說 就是因為它會令到你的前壓葉 frontal cortex 就會減低了它的功能 那或者 為什麼會說 就會令人沒有那麼理性 或者會多嗲了 會開放一點 那就是因為 喝完酒之後 最大的一個徵兆 就是喝醉酒的徵兆 就是你的前壓葉放鬆了 它沒有那麼壓住你的人 前壓葉的狀態就是 例如一般來說 男性和女性 女性的前壓葉會控制度高一點 可能那些女性就會冷靜一點 沒有那麼容易吵架 沒有那麼打架 男性就會比較衝動一點 所以喝完酒的人 就會簡單一點衝動了 嗯 但是當你這個是生理上最見到一個人體的徵兆 那在意識上 又不會有呢 會令你開放了 見到可能其他圍堵的東西 因為你那個沒有那麼專注 對 就是現在這個空間 嗯 然後會看到多一層 可能加上酒精影響 加上可能你放鬆了你的意識 就會令你看到多些東西 或者那些我們叫做朋友 我們叫做家臣 或者叫做老友記 所謂的 就是在店舖裡面住 本身的一些靈體 譬如 給你朋友一向出名都有的 是否會令你更容易接觸了呢 娛樂事業 就是因為本身 他們八卦 可能很多東西過來八卦你 那你又忍不住會見到它 嗯 反過來他們都很八卦 譬如都想 可能離留在這個空間 其他圍堵的一些靈體 他們都貪玩的嘛 難道是塑書館重來坐嗎 嗯 你只是聽聽我們的廣播台 因為酒吧都會抱一下 所以酒吧普遍來說都多的 而且都會比較容易見到 可能我們人處一個放鬆 喝酒的狀態 所以酒吧就特別多鬼故 嗯 那就講一些小小的經驗先 好 好 因為我回家都很早了十七年 即是小時候才做 是呀 很小時候才做 對 那就是 可能和小時候就敏感一點的體質 現在大了 和有沒有所謂的 那些體質沒有那麼敏感 但是都感覺到的 最一個定律 哪個定律呢 就是定律 就是一個 如果你的場裡 什麼都沒有 就是叫做乾淨的不合得資料 原來沒有東西搞來 沒有東西走過 沒有東西飄來飄去 通常有生意 是呀 撿得很快 最好的例子就是哪裏呢 南桂坊正街 大家現在走上去 只有幾個街 即是南桂坊 大家知道 在下面中環 福大街匯豐走上去 是呀 有條很大的大街 那條其實不是南桂坊 那條只有幾個街 旁邊有個U字 有間好爆的漆仔 那個才是南桂坊 即是暖一點的 是呀 即是沒有什麼車走 有條粗一點有車路 那條就是得幾個街 我上去就是得幾個街 看著 對面就是新起 即新新地 加州大廈 就是那裏 但我不是對著那棟新大廈 地鋪 那裏以前有幾間學生出名 譬如 佛拿執了 有China Bar 那間店鋪還在 然後之前罵任的那家阿里朗 即是那條大街 地號第一間店 當年 因為旁邊那間酒店還沒建好 在地盤 那間店鋪就很厲害 那位置這麼漂亮 又走上來第一間店 那時還輕自由行 2016年 那理應就很好找 那時還有些斜背袋 一些大陸人上來 指著XO說 這隻的鋪多小錢 我說 一筆極快一筆 一筆有五、六筆才走 即是那個年代 他現在呢 沒有 沒有 五日地先 那時好像是那樣 最新檔 又適合大陸人 那位俄羅斯老闆 很懂得做生意 但是那間店鋪 你知道是斜路上去 整間舊的大廈 所以其實我們第一間店 上面會有 地鋪有角樓 可能旁邊的店鋪 就有個小一點的角樓 第三間就沒有 只有倉 第四間只有地鋪 因為是斜的 第一間有角樓 那角樓就一定是黑房 上面就做了那些 private event room 我很喜歡在酒店 或者在酒吧睡覺 有時候 有人睡得太晚 不如不要走 或者累 中間落牆睡一下 平時落牆睡了 那些牆 剛才說就會有些遭遇 或者收藏 但是這一間呢 我就試過 無論我 那間房裡 沒有窗 沒有性 黑面 南桂坑 舊街 什麼都沒有 很乾淨 但是我跟著那間店 當然我做了一年多之後 沒多久就沒做 然後他們都沒多久又賣店 賣店 16年做 1718年 17年 18年 我看見都轉了三四手 我想回我之前做這間店 就是大撿的 之前有人說 這間店是一直都轉手 OK 因為他真的一直都沒有東西 但正常你做生意 看到一個好位 第一間店 包括一個角樓仔 是不是才吃 就吃你第一陣遊客 那沒有 就是極度乾淨的那間店 那間店 怎麼睡都沒有事 那為什麼 什麼叫睡覺有事呢 有這樣的一個例子 好 就是在過海 尖沙咀這一邊 就是綿登經 不是一欄那邊 另外一邊的嘟嘟位 現在都是酒吧來的 就是一間 以前在黑德道的地鋪 搬了上去的 那我做的時候 就不是那間了 就很 剛開始去做 那時候我也做了五六年 都知道酒吧有這些東西 那這些場地的格局是怎樣 一進去 他那裡是理喻一個U字 大西邊的U OK 大邊那邊U就是大廳 酒吧 加上有一行廚房 一行酒吧 大廳有標記 西邊那邊U就有幾間房 嗯 房間其實都有窗戶 還有 也看到面前鏡是一條街的 有一些天窗的行 開到頭到洞 那時候有個青梨姐姐 已經跟我說 他就說 他就說他天光先離青檔 就是我們可能修完檔 那些杯子就會早上來拖地 有什麼洗淨的就幫你洗杯 接著那個同事跟我說 姐姐跟我說 他就說他 因為他知道我經常很晚才走 他就說阿妹看著啊 他就說阿珠姐 他叫阿靈姐 靈姐都嚇走了幾次 我跟靈姐嚇到靈姐走 天光先離青的 這麼猛 嗯 然後就不管了 製過和上班 那時候做酒吧 可能說下班的房間 下場唱K那些 5、6點才離開 可能小於那邊的客人 5、6點才離開 大廳可能2、3點便會踢 就扔那邊的客人 多數都醉醉 可能2、3點 在外面的大廳 大廳那邊 大於那邊 設計就是 有幾張 中間一個空位是標記 有幾張U字型的梳化 很圍住的座位 嗯 那時候我老闆 在一格梳化那裏 睡覺 扔了離開 我同時就在那裏 不接上掃墊機 在後面 有電腦 聽到聲音 即是打Keyboard 然後我都不行了 睡覺 眼睡了 就嚇到爛尾 不肯走 然後我就睡在我老闆 背著他 梳化背著兩個圈 背著另一邊 其實是黏著的 我聽到他可以隔著梳化 有斜鼻殼 同時懂得打字 Keyboard 那便沒事了 睡覺了 然後睡著 就動不了 被東西摘 嗯 那有人跟 有人解釋過 你是不是因為喝的酒多 喝的不夠水多 那些叫做 睡眠窒息性 嗯 但是其實是有的 我是有試過睡眠窒息性的 有什麼分別呢 就是你有沒有鬼吃泥聲 掩著你 鬼吃泥聲 就是你會突然之間 如果真的太困難 可能有人突然間 半抽筋狀態 叫做因為你喝不夠水 喝酒很多 那叫做 有的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我應該會聽到 在旁邊 譬如我六十六斜鼻殼 聽到我同事繼續打字 但是那一刻被東西摘 之後 聽到連耳都 才會多數有一陣耳鳴的聲音 嘻嘻 很可以聽 然後開始有些 真的果實例 你不知道他會說什麼 在那裡 吶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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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吶 然後他們就動不了 沒有啊 沒有語言 但是都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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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開始 你看到扯鼻哼都很大聲 還有聽到那麼正式的音樂 你聽到那個同事打字 沒有你摸出來的聲音 動不了 沒辦法 掙扎都沒用 開始小時候 頭幾次被東西摘 就會掙扎 不知怎能怎麼辦 後來呢 其實你要贏 要是你兇了 要是你兇了 要是你不要理他 要是兇過去 兇過去 兇過去 雖然不關抬巴士 轉頭很快 可以講一講 因為最厲害是不要管他 累 因為我沒有睡覺 你不就責我 即是你跟她說,哎呀,你繼續宅吧 但有沒有想到她在宅的時候,她在做些什麼呢? 多數酒吧那些宅都是貪玩攪救你,真是鬼吃泥 即是不是,不是親伴 因為你不知道講不夠,你不知道她的意圖是什麼 但多數你不理她會沒有忍的 因為你會說,哎呀,我睡夠了,宅了,宅了,睡了 那繼續睡吧,你睡著了,你也動不了,反正 那我就不理你的 但如果是掙扎,多數是宅你那些就越開心 嗯 是的,為什麼那位會有些聽得明白呢? 有一次不是好酒吧,但也講一講 講完這個之前的另一個,就是一個叫家臣 宅你那些可能是家臣,那間店鋪最好生意 即是由之前,這個裝修之前,都是做定了一款酒吧 都和老闆賺到錢,收在中,他們又留在這裡跟你玩 那他又,不要搞你的,有些東西會不見一下 你不找就在這裡,那跟你一樣,你給東西摘,你不要管他 就不管你,就是一個道理,不見東西,那些釘書機 明明明放在這裡,轉眼頭不見了 那把數碗明明說放在後樓梯,剛剛才看到同事放下 又不知為何去了那邊,這些就很常有的 另外有一個,就是有些是真的會Fan 阿澤到你Fan? 不是呀,不是請吃煙 以前酒吧給你吃煙的時候 有時候你都知道店鋪有東西,你點煙 你會習慣點兩支,那些煙又便宜一些 那現在不行了,太貴了 太貴了,而且看到那些煙 就是普通一支煙,你點著它放在家裡 你看到那裡有些煙怎麼飄啊 其實是分逃的,我覺得 因為有一間就是在中環,石板街 現在不是有幾棟森,終於地盤 是之前起好了的新速速的 在石板街頂了,差不多去到大館那裡 有條橫行的,以前有間店叫Gecko Gecko曾經是一間法國人開的瘋線部門 Epsom bar,即是鬼佬disco仔 很小間的 後來又我認識的老闆定了我們來做 接著就做那間Vis T bar 不是問題了,那間又是黑電來的 即是後巷看街,還要看地盤 還要是武昌那些lower ground floor 你知道斜路嗎? 即是有高的 ground floor 背著大街那邊,不是城街那邊的 ground floor 接著,一去到我又覺得 嘩,這間廣場很暗 這間廣場真的很多 很小的那間廣場 我想跟小時候小時候 比你漫步,你現在打通那樣 就很小的那間廣場 嘩,那麼小的? 我想你窄一點,這樣一個倉 這個就是倉 然後外面就是泡面 就是這樣,泡面可能差不多那麼大 接著我們是地泡來的 接著我看到一天上班 門口有一個大垃圾桶煙灰缸 接著都會點煙的 最搞笑的是我沒有做 因為這件事是我做的 接著我同事打 然後跟我吹水,回去探望他們 嘩,Cat,你跑了出來 你知道嗎? 那個酒吧背景有些酒牆 就是整個酒牆,有些燈,很漂亮 嘩,在閃了 接著不知道Larry的同事 他突然想起,Cat你會點煙 他碰到沒事了 嘩 是 這些就是家神 他吵你 是 這個也是小故事 所以酒吧也有很多這些神奇的事情發生 還有什麼可以聽同事遇過的事情 有沒有很恐怖的 最恐怖的是做夢 做夢 看到公司有些東西找你 那個物品是我來的 其實我有講過 不過這個真的很好聽的 那時候在尖沙咀 水魔地道現在變成日本城 街日酒店對面的日本城 以前是酒吧來的 那間酒吧都是我小時候 考回口之後第一間做 黑炭其中一間,頭幾間做的酒吧 大家如果知道那間日本城 它是兩邊門下地路 嗯 地路鋪 它是有兩邊前後門的 後門下去就是平時我們開門的門 都是一條路 不過是兩道門 你去日本城就不覺得 兩個都是入口 就是一條路鋪 如果在我們平時的後門一下去 就是兩邊樓梯下去 就是一個長的正方形 就是大牆 然後這邊樓梯再過 有一塊就是房房房房房房 然後一樓梯正門下 就是大酒吧窄路 然後有一間大area 就走廊、Live Van 大酒吧、大廳 就後樓梯下去 後樓梯下去 就是第二個後門 這邊是廚房 廚房就再亂 就是屈到最沒有燈火的位置 有些大鍵、電鍵在那裡 開門就在那裡下去 嗯 那個格格是這樣 那時候廚房就有一個姐姐 首先我睡的房間是有東西窄的 不過太小事了 對 已經不說了 是V2 有一間特別多東西窄的 不過無論如何不說 有一次就是 我們有個洗碗姐姐 她是台灣人來的 我們年輕人叫媽媽 當… 你叫她 叫藍姐 當我叫藍姐 那藍姐她也會有拜神 而且你知道台灣人很喜歡拜拜 而且她也看到一些東西 她也說 這間公司開了那麼久 那時候 我十幾歲了 她今天跟我一樣大 我記得她的Logo寫著 Since1991 那時候都開了十九幾年 是 最地老 這些歌還是最後一代的走廊 叫做有Live Fan 你知道那些場 嗯 然後她經常都拜拜 又說那個場有小孩 她經常在小孩 小孩 誒 別救我 這樣 小孩不是恐怖 是嗎 沒事 然後她經常會買一些糖 買一些 她拜神 台灣人就是台灣人拜法 然後有一次就是 經理都信 我都信 然後我們有時候拜不就一起拜 找買糖 幫我買糖 然後有一次 遮瑕回台灣 探親 嗯 不在香港 沒有人記得拜神 嗯 然後都沒事了 她忘記了 我也忘記了 然後有一天 我就回家睡覺 那裡很黑的路 我下去 那邊就是黃燈 酒吧 那些廚房 一開就很白燈 白燈 我下去 我的夢 我上班 樓下廚房 我自己在廚房裡 然後不知道幹什麼 我狗狗 有人這樣拔我衣服 還是拔我衣服 然後我一看下去 有兩個小孩 一男一女 不是啊 我這樣看著她笑 但是她的樣子呢 是那個拜神的姐姐的阿婆的樣子 嘩 看著她笑 沒有啊 沒有嚇你了 這樣看著她笑 但是我寒了 我很寒了 我立刻醒 但是我跟太神 我跟太神 我昨晚這樣 這樣啊 嘩 沒有酒香 買糖 然後就立刻拜神 那裡沒事了 嗯 那也中了 下次吧 留下 好啊 二十二分鐘了 好 今次很多多謝阿Cat姐 好 下一節我們繼續 好